經歷了超過20年的收購 由恆基發展位於紅磡站的必加坊 Baker Circle 終於開賣了 這個項目是近30年來 全港最大型私人發展商 999年地契的市區舊樓重建項目 什麼是999年地契? 詳細解釋就可以看上一集就不在這裡重複了 今集就會和大家看看樓盤資訊和周邊配套 我們現在立即和你去看樓 Let's go! 必加坊是恆基花了超過20年時間去收購 以前區內的街坊門都稱為黃埔四條街 當中包括基利市南路、必加街、黃埔街 和保錡里街一帶的舊樓 分別合構了13個地盤 項目叫做必加坊 其實就是來自一條主要的街道 叫做必加街 取自必加是為了紀念九廣鐵路英籍首席工程師 Robert Baker 而命名的 而必加坊分為三期發展 總樓面面積大約100萬平方尺 由九座的住宅大樓組成 提供大約288個單位 將會成為區內大型的主樓屋苑 因為對上一個有二千多伙的大型屋苑 就要數到14年前2008年落成的海濱南岸 但海濱南岸只提供432尺至593尺的兩房和三房 所以紅磡區內一直都很欠缺一些 柳齡比較新移大型屋苑的一房單位 今次率先推售第一期的第一期必加坊 希匯就設有324個單位 使用面積大約由200尺至570尺 主打一房佔整個項目的六成 其次是開放式單位佔26% 另外設有兩房單位和4間的特色單位 預計會在2024年3月落成 留花期大約21個月 項目其中一個壞點就是 設有16.8萬呎的商業樓面面積 當中包括一條長超過850米的 立體商業步行街 預料會提供100間商店 這裏的長度比灣仔喜貼街 喜匯的350米還要長多一倍多 將會分為4個主題區域 集購物、飲食、文化於一身 而必加坊的市場定位 就是以一些文青、藝術為設計主題 主要是吸引一些年輕客戶為主 再配合必加坊大廈外形獨特設計 這次將露台和工作平台二合為一 還暫身地加入了波浪型設計 令整個項目更有立體層次感 更獨特 將會成為區內的新地標 整個項目環境規劃設計 都是以城市綠洲為主題 住客會所和一些公共空間 就會種植超過50種不同特性的樹木 必加坊的會所以Brooming為設計概念 融合不同日本的元素 提供大約40項設施 當中包括25米的露天園流泳池 遊樂基地、瑜伽空間 三項鐵人訓練館 照考BBQ樂園 上camping也不用去新界 這裡有觀星的美麗營 還有日本度假女社 榻榻米和室 不用去日本 在會所一樣都可以感受到日本風 小朋友還可以玩龍捲風 這裡有一個高大約9.4米的特色龍捲滑梯 絕對是小朋友的放電場 買新樓另一個好處當然是大廈的配偷與時並進 必加坊引入了智能新世代 住戶電梯設有免燭式按鈕 大廈也配置了清潔、消毒、機械人 5G流動網絡信號覆蓋 以及預設WiFi 6的網絡 住客停車場是全數泊位 都配置了電動汽車充電基本設施 而每個住宅單位都設有空氣過濾系統 大門入口的假天花 配置了可以殺滅99%人類冠狀病毒的空氣過濾系統 各個住宅單位都設置了入場式的衣櫃 開放式單位就除外 配置了一個特別設計的大型組合櫃 而單位的樓底亦比一般新樓還要高 3.325米 是區內大型屋苑當中最高的 所以必加坊無論由內到外都是擁有區內暫身的設計 而區內的衣食住行同樣都是多姿多彩 想吃好西買好東西紅磅黃埔區就夠價勢了 只是一個黃埔新天地 佔地都140萬呎 有超過300多間商店 有EON、Donkey、阿布泰、美國冒險樂園、戲院通通都有 是全港最大型雜物、美食、娛樂的大型商場之一 如果連同周邊的街邊小店 這區大約有超過250間的食肆 一天吃一間 起碼都要八個多月才可以吃完這麼多間美食 這區不單止食肆選擇多 小朋友的學校選擇都很多 由幼稚園、小學、35號網、九龍城、中學校網 甚至地鐵坐兩個站都有三間大學 必加坊位於孔坎站、賀文田站和黃埔站的鐵三角之中 想搭官堂線、屯馬線、東鐵線都任君選擇 一站尖東、兩站金鐘、三站中華、四站啟德 想去哪個CBD的商業區還是港九新界甚至北上羅湖都說很容易 如果不想搭地鐵的話 還可以走到七咸道南或孔坎站 有多價巴士小巴甚至N車 去蒲去玩、通宵回家都沒問題 因為這裡交通四通八達就可以吸引四方八面的租客 必加坊希匯是以洗單位為主的 租客群主要是來自周邊商業區的高新貴族 除了剛才提及的中環、尖東和啟德的租客之外 紅磡區也是未來一個商業重點發展的地區 我現在由必加坊出發步行去到紅磡站 我們一邊走一邊講 由必加坊到紅磡站 首先要經過剛才提及的850米的商業步行街 看到磚紅色外牆的大廈 就是中類協的一倉和二倉 將會重建為商業大廈 預料提供38萬呎的樓面面積 一階之隔的必加坊 將會成為這班上班族的租盤首選 而中類協的前面會見到這個大酒店 而今次必加坊希匯在單位裡 是不會直接看到的情況 就有些像之前介紹過半島豪亭一房的單位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看回這一集 我們沿著天橋一路再走 右邊會見到另一個地盤 這裡原本就是中類貨運物流中心 早前已經獲批興建一個26層高的酒店 區內亦有多間著名的酒店 包括海逸君卓酒店、加利酒店 和都會海逸酒店 區內亦有多個服務式的住宅 包括由長石集團持有的海灣圈、海韻圈 在早幾年已經部署將項目重建 將會重建合共大約提供218萬呎的商業樓面面積 當一班原本居住在服務式住宅的租客 因為項目重建 他們就要搬走 所以要在區內再找租盤 商業大廈落成後 又會有一班上班族在區內找租盤 所以無論你是想投資、自住 還是日後想找租的話 都要密切留意必加坊的動向 剛才我從必加坊走過來紅磡站的B出口 大概7分多鐘 但其實還有另一條路線 我們下集再說 最後我們再看看示範單位 這是必加坊稀匯 實用269呎的一房單位 門口進來圓關的位置 假天花上做了空氣過濾系統 客飯廳配置了雪櫃蒸焗爐 中間還有一張可以伸縮的活動桌 現時市面上一般一房單位 都是開放式廚房 大部分都是用電磁爐 但今次必加坊稀匯有兩個賣點 第一用明火煮食 第二就是它的廚櫃門 可以有三種顏色任你選擇 由於單位樓底特高3.325米 所以單位都特設了一個到頂的衣櫃 必加坊同區二手的比較 我們下集再說 拜拜